或者是亂倫啊 或者是什么人兽交的议题会一直出现 但是我觉得我们教育现场 回避这些也太久了 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所有应该要发生的议题 而不是在台面下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想要 我想要 在场 我不是要跟在场的同志朋友们说话 我想要跟不在场的 也就是当年可能做错事的这些朋友们 所以说 我相信很多人 他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往事 这些往事呢 可能对他来讲 并不是太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要来念一段话 我怕我超过时间 所以我就准备了 我想要给当年做错事的孩子 孩子 往事是一把利刃 每每想起来就会让你懊悔不已 是的 你跟一群人做了不对的事 你不断想起来那个曾经望向你不解的 委屈的哀伤的眼神 你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做出那些可怕的对待 你的懊悔你的痛 混着当年那些跟着做的欺凌 孩子 你确实做了不对的事 但是我了解你的软弱 如果当年有人告诉你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和美丽 如果有力量支持你 你会勇敢的站到另外一边 抵抗那个无知的你 你会有机会弥补错误 有机会让自己更好 有机会让世界更好 所以为了你自己 你一定要支持同志教育 在校园里真正的实践 亲爱的你 你应该要知道 我们要学会辨识 真正的爱 应该是慷慨而美好 期望所有的人都幸福 可是有一些名为真爱 但被爱的人 对 并非如此 真正的彩虹应该宽广而丰富 我们希望每一份爱都被祝福 可是名为彩虹爱家 却并非如此 要让更多人幸福 你的幸福不会折损一点点 甚至会更多更美好更完整 所以让同志教育真正在校园里面实践 教育也会更完整更美好更没有遗憾 同志教育就是真正的爱的教育 是支持你实践爱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支持 同志教育在校园里面实践 可是我们的十二年课纲 却把姓平教育的课纲排出 融入到各科去 一融入我们知道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希望十二年国教 能够重新审视这个议题 把姓平课纲真正的独立出来 真正独立出来实践 让十二年国教的课纲 能够让姓平教育 好好的实践 能够让校园里面所有的孩子 所有所有 不管是不是同志的孩子 都能够好好的 平安快乐的生存 然后平安快乐的学习 非常谢谢 然后既然有机会站在这里 我还要多讲一点点 就是我要附带一个重要的宣言 爱的教育一定会想要抵抗国家的暴力 然后抵抗便宜形式的法治 所以我也支持台湾废除死刑 谢谢大家 耶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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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